大家好,朋友们好啊 9月4号星期五啊,现在是下午18点50分,西班牙时间啊 接着跟大家聊这个刘成豪啊 这两天跟刘成豪干上了啊 这个刘成豪是文革时候插队的一个北京孩子啊 这个作者是这个李庆曾写的啊 刘成豪是我在九连结交的朋友 我在五连的时候啊 他先在五连,后来调到九连 也交了一些朋友 这个刘林便是其中的一个啊 刘林呢,来自于北京的景山学校 景山学校啊,好多都是高干啊 子弟啊,那个李成儒也是那儿的啊 李成儒不算高干,是附近胡同的孩子啊 他属于叫笼子的耳朵配头 是吧 不能都是高干 得弄点附近的胡同里的孩子 点缀着啊 这个他父亲在中宣部工作啊 小伙子一米七五的个儿 长得很精神 是五连宣传队中的活跃分子 舞蹈,唱歌,朗诵,抱木 都是一把好手 他的文笔也不错 诗写的也不错 他比我小三岁是六八届的初中生 他喜欢跟我聊天 我看他有才华 所以也很看重他 这样渐渐的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这个刘林呢 也并退回到了北京 于是我就把我就找机会把成豪啊 也介绍给了刘林 这样他俩成了朋友 当年的刘林在中国作家协会啊 作协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 在九十年代初 海南房地产泡沫期间炒了一把 在九二年爆雷前 这泡沫破裂了啊 爆雷前顺利脱手 从而赚了一笔钱 于是开始下海 自个做生意 这个刘林的爱人 也是我们兵团的啊 都是插队的啊 家住清华大学啊 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啊 也都条件不错的啊 我们都很熟悉 他们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结的婚 七七零年代末啊 但没两年啊 俩人就离了 听说他前妻 后来嫁给了清华的一位老教授 哎有的人就喜欢嫁老教授啊 像那个翁藩 不就嫁给了杨振宁吗 是吧 原来我们公司的一个女翻译 朝鲜族的 也嫁给了一大爷 是吧 这个喜欢差着倍的人不少 这个叫什么 大叔控叫什么呀 是吧 现在喜欢大叔的也挺多的啊 刘成豪的爱人呢 叫小徐啊 家里边是北京市委的 是吧 刘成豪他爸是防管局的呀 防管局防管处的处长啊 是吧 这些人家里条件都不错啊 他爱他爱人 小徐 家里是北京市委的 住哪呢 叫红侠公寓 哎 这红侠公寓在哪啊 是王府井那个侠公府那胡同里吗 这我还真不清楚啊 哎 叫红侠的 我想想啊 九仙桥那边吧 有一个叫红侠什么的吧 不对不对 那叫万红路 对 万红路 那个有一个民航的一个提货处 那会我当报官员的时候八几年 我去那边提货 不是这个 这红侠公寓我还真不知道来龙去脉哈 还有朋友老说我是北京活地图 现在瞎菜了啊 看来是徒有其表啊 哪位朋友啊知道北京的红侠公寓啊 给我说说啊 谢谢了啊 他们也是七十年代末接的婚啊 婚后开始呢 小两口还恩恩爱爱的 但九十年代初 俩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意 婚姻出现了问题 后来也离了 小徐一直是自个做生意 积累了一些财富啊 攒了点钱 当时呢 刘林正在北京开发一个锤吊 项目 锤吊啊 这个钓鱼 资金短缺 于是呢 就找这小徐投资 等于是两家都是朋友嘛 然后他跟他这个媳妇也认识 但是已经离了啊 当时俩人都已经离婚了 孤男寡女呢 共同经营一个项目 天天在一起 于是就产生了感情 并一度同居了 就在一块生活了啊 当时俩人都是自由身 是吧 这倒不涉及破坏朋友的婚姻家庭啊 是吧 中国人讲究嘛 朋友妻不可妻啊 这个应该是不涉及 从哪个角度看都很正常 但问题是一个男人找了自己朋友的前妻 或者说一个女人找了自己前妻的前夫的朋友 这是不是有点别扭啊 俗话说 朋友妻不可妻 尽管是前妻 这哥们写这文章 这哥们有点老八宝啊 他是过去那种 这种价值观啊 反正中国人多多少少的像我们还是有这个 觉得还是有点别扭 老外啊 西班牙这据说 他们因为西班牙离婚率特别高 重新组织家庭的 我听这的老华侨有些西班牙语特别好的说 说他们不在乎 重新组织家庭了 有时候周末还在一块凑凑啊 这俩男的俩女的呀 还在一块喝喝酒什么的 当然了 他也有孩子什么的 为了探望孩子 可能是西方人跟东方人还是有差别啊 中国人可能还更传统一点点 更何况这个刘林啊和成豪 是通过我的介绍成为朋友的 为此我在心里对刘成豪产生了愧疚 觉得对不住啊 而使我更加疑惑的是 刘成豪夫妇走到离婚这一步 是否和刘林有任何的关系呢 这种理不清的关系成为我的心结 他别扭上了 他心里边有个阴影了 有个疙瘩了 我没有去求证 也没法求证 心想你有魅力 找谁不行啊 为什么非要找我的哥们 刘成豪的老婆呢 当然也可能 刘林在整个事情过程中并无不当之处 但毕竟我对他有了看法 此后就跟他疏远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朋友吧 走近了 产生一些矛盾 一些纠纷 或者是一些没法证实的误会 然后就越走越远了 这有的时候也挺遗憾的 后来我听说刘成豪被杀的案子 很长时间没有破 再后来又听说那个案子破了 是他的那个做妈咪的女友得罪了人 招来了杀身之祸 这个当妈咪的吧 本身就比较乱 但说实话 接触的人也非常复杂 说实话天天去歌厅泡了的 有几个是良善之辈呢 最起码老实八交的 怕事的人 他不会常去歌厅 对吧 而刘成豪的死属于被误杀 其实一个人 你跟什么人接触很重要 有的时候人家就说 说你别看他是什么人 你看他周围是什么人 或者有人说 你要娶哪个女孩 你看看他妈 看看你有可能的未来的丈夫娘 是什么人 其实每个人跟周边环境都有关系 是不是 说到这我就知道了一个 也是蒙古族的 我跟蒙古族的缘分还挺深 蒙古族的一个音乐人 我之前做过他的节目 在这我不提他名字了 挺有名的一个音乐人 我还见过他 因为我姐姐不也是文艺圈的吗 这个人就死得不明不白 死了 好像就死在北京大兴的一个水沟里了 发现尸体的时候 那个尸体在一个水沟里 好像就大兴那边 后来怀疑是他一个同学干的 但是那个同学呢 出国了 应该去美国了 就说不知道 跟他那同学是否真的有关系 反正那案子已经有 我想想二十多年前了 现在他弟弟啊 一个蒙古族的音乐人 还活跃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影视圈的音乐圈的舞台上啊 好吧 这个就聊到这儿吧 27�� Dank 0 0 温暖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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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